大家好 初次見面 希望疫情期間大家過得都還算安好 來諮詢的民主常常問說 老師這個人我會不會遇到渣男 或是為什麼我都會遇到渣男 或為什麼我都會遇到渣女 在這裡我們首先要定義一下 渣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很粗暴去定義 我們會發現說渣 你會覺得這個人渣 只是因為這個人不符合你的預期 然後你會覺得他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歡的 或是說他最後的反應不如你意氣 所以你說他渣 那我們反過來去想這件事情 難道在整個感情的過程之中 你都沒有覺得有這樣子的跡象嗎 其實往往是有的 那這個東西很科學的東西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是用比較科學的角度去弄 所以我們先這裡帶入一個比較特殊的理論 心理學上面的理論去講這件事情 它叫做菜尼迪克效應這樣的東西 人往往會有一種習慣 就是說針對開始的事情 你會想要就是有一個結果 因為我已經付出了很多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跟我們的感情上面的狀態會很像 因為呢我對這段感情有所付出 因為我喜歡這個人 我覺得我已經對他付出了很多了 所以我會希望有一個結果 然後變成不放手 然後變成想要去糾結 去糾纏 哪怕中間已經知道 這個狀況好像不太如自己的預期 那我們講到糾纏跟糾結 還有心理的空缺的部分 其實講到狗術裡面 兩個滿基礎的東西 不能說基礎就很重要 然後會常常去談它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它太重要了 所以它的面向會非常的多 第一個是四畫裡面的畫機 那第二個呢就是四顆煞星裡面的陀螺 有些人說六煞 可是我們偏好用四煞 因為煞星這個東西其實都還可以滿好的去做運作 基呢講的就是內心裡面的空缺 然後陀螺呢講的就是說 一個比較容易糾纏 然後比較容易讓你搖擺不定 然後比較容易就是搖擺不定之後 你不得不做出選擇之後 做出壞的一個選擇的一顆心藥 那基的話來講有幾種不同的面向 光基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因為我們今天談的是感情 跟感情相關 跟渣跟表也相關 為什麼會去接受這樣的東西 或為什麼整個人會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談的基的面向 其中有一種就是 譬如說你夫妻公裡面本身就有畫 心藥就有畫基 那另外一種呢 是你命公畫基到夫妻公 那第三種呢 是夫妻公可能畫基到福德公 或是夫妻公畫基到命公 再非畫基到福德公 然後再來最後一種是夫妻公自畫基 不能說最後一種 就是我們目前要談的就是這幾種狀況 那這幾種狀況會讓你覺得感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然後在當這裡面呢 你以後再去加上陀螺的時候 你可能就容易為感情那種東西左右搖擺 譬如說飛畫的路徑裡面 先車到夫妻公的時候 甚至這樣的東西 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精神 然後影響到你整體的狀態 然後夫妻公這一條線上的狀態 當夫妻公有狀況 你有空缺的時候 你可能也會對你的工作上面造成一定的影響 這是一種基本的概念 那當這樣的心藥裡面 它是其中一個基本的跡象 那當這個心藥機箱裡面在結合入一些其他條件的時候 那往往我們就很容易在感情上面 又比較秋極的狀況 那這幾個心藥是什麼 首先我們講過說熟水 基本上都是桃花心 那舉例來講啊 像是天紅太陰 灘狼去門 天象跟破君 那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熟水有桃花心質的東西 落入這樣翁衛組合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覺得說 他比較小心要去提防這些桃花上面的風險跟糾紛 那另外也有幾個心藥 比如說連真 連真呢 他本來就是一種壓抑自己的意思 好像是一個牢籠 把自己的慾望跟自己的魅力 在一個很好的去約束起來 當他遇到殺星或起星的時候 他有可能就把這個牢籠打開 他的反應就是 劈出壓久了 自然他反彈就會比較大 那天積的話來講 本來就有變動的意思 那當我們提到 還有殺破冷的這種組合 然後其中還有七殺 他錯了太陽 一路錯到底 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比如說畫季的狀態 然後還有非畫季的狀態 相關的功位 幾個相關的功位 比如說命功 夫妻功 福德功 有受到影響的時候 那我們講說 比較容易去遇到這樣的狀態 那你說這個紮跟錶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我們站在自己的立場 我們去想說 我們的功位組合裡面有什麼狀況 我可能遇到渣男 或有可能遇到渣你 可是你要知道一個狀況 我們一開始就定義了 什麼叫做渣 什麼叫做錶 其實在我們現行社會裡面 其實大家大部分都是有選擇的 所謂的渣跟錶 它變成是一種 它做出的事情不如你的預期 你可能就會覺得它渣的狀態 那為什麼不如你的預期呢 就會有我們剛剛前面說的這種狀況 那就要了解一件事情 是說 它同時 你有可能是受害者 因為前面講的都不好嗎 影響到你的工作 影響到你的人際關係 影響到你的精神層面 可是讓我們退一步來想 這其實也有很多是渣男渣女的一個基本面向 為什麼會是他們的基本面向呢 因為其實他們不足夠了解自己 他們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呢 小綿羊同時也有可能是大野狼 我們剛剛啟動舉一個例子 當夫妻公非話紀錄無福等公的時候 就是感情的狀態 讓他非常去溝通他的情趣 當搭配變動的心要比較大的時候 一個不滿足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想要找另外一個去做甜度 那這個狀況的時候 當你是他伴侶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覺得他是渣的 那反過來說 可是你在做這件事情當下 當你是當事人的時候 你其實只是在追求自己內心的欲望跟需求